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凡股市周报 联准会如外界预期的升息两码 淡化了升息三码的疑虑 而让全球股市曾经一度出现了大幅的反弹 但为什么在礼拜五又出现了血流成河 台股现在面临了什么样的压力呢 而我们讲到股神巴菲特他的波克萨公司 举行了股东会 而且在股东会当中 每一年都有让市场上提示警示的地方 到底巴神的抗通棚法您该怎么学 有哪一些people可以来操作 我们也会来继续追踪 好 我们看到了国安基金的操盘人说了 台股现在有3号 其中之一就是高值利率 台股在经过了这波的下沙修正的同时 的确很多的值利率因此浮现出来了 所以哪些高值利率概念股线阶段可以留意呢 今天现场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来欢迎的是柯孟从柯森 柯森你好 晚安 小玉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来欢迎的是钱贯州 贯州大哥你好 晚安 小玉好 大家好 过去一周台北股市可以说是 这个新风协议一下大涨一下大跌 那就表示影响台股的多空因素 在这里还没有完全的淡化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过去一周到底全球发生了哪些财经大事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联准会升息 哇 这真的是众所瞩目的焦点 而且重点是大家现在已经不怕升息了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不符合预期的升息 怎么说呢 原本大家觉得预期升息两码 但市场上有声音传出来说 有可能会升息三码 那就代表市场上担心联准会要加速的收资金 但没想到公布出来的结果还好只有升两码 而且六月份要正式的启动缩表 那在联准会的主席鲍尔出面还表示说 现在呢 这个激进升息三码 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当中 所以市场上安安了一颗心 大家觉得这个淡化了升息激进的升浪 大家比较不担心了 可是全球股市只反映了一天 又出现了重挫 所以是不是在这里全球的经济还没有稳住呢 那我想这个上周尤其美国股市出现很剧烈的变化 星期三因为它只调两码跟预期的三码 这个少一码以利多反应涨900多点 那星期十觉得好像不太对 那这个升息本来就是一个利空 那所以又跌了一千多点 所以说还是在一个这个上下震荡的一个弧度 但是未来这里可以确定的就是整个 美国的一个升息循环就展开了 那这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说 所有全世界的热钱都会往高利率的一个方向去走 所以说很多钱都被吸回美国去 那就造成其他包括亚洲 欧洲股市的一个资金失去 那这里就是整体的一个股市 就会出现年迷性的一个下挫 那以目前整体的一个观念来看的话 由于升息来讲的话 它的美元的一个指数也一直创新高 创了两年多的一个新高 那造成周遭的这些汇率的一个偏扁 那以目前整体偏扁来讲 它表示资金不会进去 像台股今年就很明显 外资已经卖超7千多亿了 而且汇出去了一个金额 这相当相当的一个明显 那以目前整体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升息循环是确定的 而且现在市场都疫情 今年会多到11嘛 那也说表示未来这个联邦的一个积极的利率 会调到3% 那3%来讲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那以整体来看的话 就是整个资金会回到这个金融体系去 而且刚才小易有说到要收表 虽然没有像疫情的说 每个月收950亿 那差不多折半了 这个475亿 那但是它整个池塘的一个水 还是继续放掉 所以这无疑对整个全球的一个股市 就是一大利空 那另外来讲我们就要关注到 央行会不会召喚理事会 然后会不会宣布6月份升起 那现在市场在拆台股 可能升半码或升一码 那如果说升半码来讲的话 可能稍微有点偏向利空 但是如果升一码来讲的话 我想对整个台湾的一个金融的一个产业 可能就是会一直往上涨 那目前整体以外这个态度来看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中信金好了 中信金是最近外资在卖很多股票之后 唯一真的有买盘的 那像以目前整体的 对你看相对来讲的话 可是遇到盘是不好还是会跌 但是它相对还是比较强 最少它还是撑在年限之上 那包括永峰金也好 第一金也好 和库 少峰金 这些银行比重比较多的一个银行股来讲的话 还是有预期的一个利多可期 联准会在这里启动了升起的步调 如外接预期的升粮码 所以这代表了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就是美元一定会持续强势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现阶段我们的资产是不是要以美元为主呢 再者美元强 其他的亚洲货币跟着就中扁了 所以为什么最近的外资持续的卖超台股 汇出台湾造成了新台币的中扁 所以这些新台币中扁的趋势 的确影响各产业现在的获利状况 第三个如果这一次没有激进的升息 那接下来会激进升息吗 那当然就要看一下联准会对通膨的态度 因为油价还在涨 看到了这一波全球原物料上涨 造就了通膨非常剧烈的压力 现在欧盟还打算要逐步的进俄国的石油进口 乌尔开始在打战 欧盟当然是站在美国这边的 所以要对付俄罗斯 那对付俄罗斯把他们最重要的石油给掐住 如果他们真的禁止了俄罗斯的石油进口的话 油价的供给变少 油价当然就喷出大涨 那油价喷出大涨 它的空间到底会涨多少 那对于通膨的压力 是不是联准会还是很头痛呢 的确没有错 这一次联准会的升息 非常不意外 升两码 可是它对于这个缩表的部分 它反而放缓了 因为怕这个刺激太大 这个反而是用三个月的时间点 慢慢去增加到950亿美元的一个缩表的一个金额 那当然这边来讲的话 会不会对这个通膨会打压不下来 我就很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说包含像通膨的问题 在前一次所公布的这个美国的CPI 8.5% 那到底什么时候能够降下来 我觉得这是联准会很头痛的一个问题 会不会未来 不惜啊 这个要打压通膨 也要可能就是用一个强力升息的方式 我觉得这边就是一个大家所关注的议题 那至于说通膨为什么一直持续往上呢 当然跟油价有关系 油价维持在高档 最近来到108到109又上来了 前一段时间因为中国的一个封城 掉到95、96 结果很快的时间点 又回到100块美元之上 那现在又来到这个 这个准备好像有点突破盘整区的一个味道 所以说我认为油价后续持续往上 跟这个乌俄战争 跟这个国际监队俄罗斯的冲突的这个制裁 感觉起来 这个好像不是一个短期可以结束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认为这就很两难了 油价一路往上 那么CPI 美国的这个消费的一个物价高涨 它就降不下来 包含像是天然气价格 也是持续去做一个高档或往上 那这个油价下不来呢 也跟这个乌俄战争的这个持续 这个感觉上要旷日费时的这种情况 让人家觉得很担忧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国际趋势大家要把握 目前的通膨还是持续 那么联储会不会扩大升旗的力度呢 我觉得还是要去做观察的 所以如果油价一直涨 如果美元一直走强 这代表了未来可能下半年 大家都要看到的方向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看到了很多的外资 都从亚洲持续的撤退 亚币持续的在贬值 所以这些资金流向到底除了去美元 去油价之外 还会往哪走 这是大家一定要观察的重点 比特币 比特币在一度涨破了4万美元之后 大家又开始在看市场上的热潮 是不是又来了 虽然我们的股神巴菲特说 比特币他呛他 说一点都不值钱 他觉得只值25块美元 所以涨到4万美元 他觉得他一点都不会想要去追逐 可是比特币真的像股神巴菲特说的这么没有价值吗 克森 好的 因为他这个人是像是日本一个人所研发的 那就用很多密码 然后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产品 那毕竟来讲他的名字叫虚拟货币 虚拟就是不是真的 那我们巴菲特来讲的话 他是价值投资 他看不到的东西 你看这一次为什么美国下跌 巴菲特的一个波克夏还可以持续赚钱 因为他都是买传产比较多 除了Apple以外 他几乎都是买传产股 所以他搭上了这波通膨的概念 对 所以说他这里来讲都是价值投资 那看得到的东西 可口可乐 类似这种食品类的 就是说食油这种看得到的东西 他才真的是摸得到 所以说他说比特币25块卖他他都不买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比特币有价值吗 我觉得像我是比较保守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小規定 那在国内 像我们那些年轻人 研究员或其他比较年轻的投资者 这里变成他们的一个投机天堂 因为他这个 我们如果可以的话看比特币的一个月K线图 哇 震荡的很厉害 而且不只比特币 他们叫币圈 在币圈里面哇 好多产品 比泰币 这个币比很多啦 对 而且他还有自己的一个交易系统 那我觉得有点类似期货 我就是读很大 那这个八卫特我今天会做专题 他也不需要大家去买期货 选择田 你就踏踏实实 他宁愿去买花这些钱 250亿美金去买1%的农地 或是买公寓来讲 租给人家是比较看得到 而且他的那个合伙人认为这个比特币 这还蛮那个是愚蠢 而且是有点邪恶 就是可能是聚会骗公的 聪明人骗比较没有那么聪明的人的一个伎俩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投资天堂 那要看看未来的人类的一个接受程度 你看特斯拉的这个马斯克就有一度就承认他 那现在中国还禁止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就是 会变成我这些有钱人的洗钱天堂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人会赞同 资金往美元去 因为联准会升息 那资金往油炸去 因为欧盟打算要禁止俄罗斯的石油进口 还往比特币去 所以亚洲市场外资持续的撤退 看到了台北股市这波外资卖超的态度 非常的坚决 所以造成了新台币汇率连续性的重点 不过我们的国安基金敲盘手出来信心喊话 他说台股现在还是有三大优势 包括了我们的基本面还是非常好 包括了我们的殖利率还是非常高 那三大优势的情况之下 对于台股这个要稳住信心来讲 是真的有帮助吗 这个我觉得月碟大家也比较太悲观 这个月碟当然我们就本一笔 就这个上市贵公司的这个获利能力 跟最重要殖利率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殖利率非常有优势 我今天下一段的一个主题会 讲到殖利率这个区块 那殖利率来讲的话就大家 股价下来了 我每年配息还是这么高 对不对 像今天这个长荣公布的第一季获利非常亮眼 那殖利率非常高 本一笔又非常低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我觉得国安基金超反的时候 我讲的也没有错 这个月碟不要太悲观 好的股票你就续爆 当然前提就是说它是一个低位阶的个股 那比如说高档下来的 那当然不太一样 那以目前的一个总体环境来看的话 似乎台币的贬值 那么跟这个目前蓬蓬的一个延续 跟美国升息 事实上对科技股 特别是高档的科技股 当然差了一点 可是一些低档股票呢 像航运股 这个当然值率高 本一笔又低 这个就符合我们国安基金超反所说的 这个利多的因素 那有没有其他的这些具有高值率 或者是未来有产业往上成长的一些标定 我觉得还是有 就是说利用这个行情拉回 反正大家要留意到 不要因为因跌而卖 反正是一些好的股票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到 越跌越有本质面的一个优势出现 好 按照道理来讲 股价越跌的时候 当然是应该越接近底部 可是哪里是底 有迹象吗 有策略吗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再来追踪 再见 再见 再见